欢迎来到赵旅盘案 法国要征数字税 7月11日法国议会通过决议 24日法国总统签署文件 从2020年开始 法国要正式开征数字税 什么叫数字税呢 法国政府是这么解释的 大的互联网公司 你如果在全球的营收 一年超过7.5亿欧元 或者你一年在法国的营收 超过2500万欧元 你在法国的业务 我们就要征税了 征多少呢 不太高 3%而已 法国说长久以来 很多大互联网公司 尤其是全球性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在避税上 这个手段特别高明 明明你在法国有非常大的营业 结果你基本不向法国政府交税 法国老百姓的钱让你挣走了 法国政府没收到税 甚至人家有很多专家出来举例子 在法国小企业的税负非常高 接近30% 而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大企业 由于有各种避税手段 所以交的税非常可怜 导致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公平的竞争 越小的企业交的越多 越大的企业交的越少 所以法国说不行 我干脆 我这次这个税专门就是针对你大企业的 在法国营收越高的 我反而挣你税 你没有什么营收的 我反而不挣你税 按道理讲 法国这是一视同仁的 我针对的是所有的大互联网企业 而且我收的是这些互联网企业 在我法国国内部分的营收 这样算是一个国内税种 听起来有点像咱们国内的营业税 你甭管你是跨国大企业 还是你这个小企业 你只要在我国境内做生意 在我国国内产生的生意部分 你应该交个营业税 但是法国这一征数字税 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愤慨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太发达 长久以来我们清楚 在互联网圈 估计只有两个国家的互联网企业 撑得上巨头 一个是咱们中国的 一个就是美国的 欧洲也好 日本也好 虽然他们是发达国家 但是互联网这个风口 他们是都没赶上 所以美国的四大互联网企业 脸书 推特 亚马逊 苹果 在欧洲每年也是赚很多钱 而且稍带小的 把欧洲的互联网企业 基本都击垮了 所以 法国这次征税 明面上那是 向所有互联网企业征税 实际上 真正能征到税的 那都是美国的大企业 所以美国很不高兴 尤其是 咱们清楚 朗普总统这是个什么个性 上海两年多来 那只有他怼别人 怎么能允许别人怼他呢 更何况 朗普总统商人出身 按他的话讲 没有人比我更懂税了 所以 他一直是用本国的关税 来跟别人进行谈判的 怎么着 这把法国也学去了吗 法国你明面上 正是国内税 实际上 你损害的是美国企业的利益 那你也就是损害美国的利益 因此朗普总统也是发了威 首先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大骂法国总统马克龙愚蠢 接下来 人家也激起了大爆 你法国 如果敢征我们美国企业的数字税 那么对不起 我首先就会征你法国葡萄酒的税 法国政府其实之前有个盘算 说2020年 如果全面开征数字税 大概每年能征个6亿欧元左右 这也不是小钱了 现在各国政府都没钱 而朗普总统一上来 就把法国葡萄酒提出来 为什么提葡萄酒 因为很多美国人喜爱法国的葡萄酒 一年美国就要进口 超过32亿欧元的法国葡萄酒 咱们也清楚 法国葡萄酒那是法国的象征 拿这个产品出来说话 最容易打击到法国 咱们也可以给朗普总统算笔账 它只要提升20%的 法国葡萄酒入境美国的关税 那么它基本上就也能收到6亿欧元 拿这6亿欧元补贴给四大互联网巨头也好 或者收归美国国库也好 怎么着也会让你法国这个税白征 而且即便这两天 法国的相关部门不断跟美国解释 也不好用 法国相关部门说 我们征这个 我们是国内税 我们没有说征你这个美国输往欧洲的产品 法国的产品关税 你这些互联网企业 你在美国的营收 在英国的营收 在别的国家营收 跟我没关系 你这个美国企业在我国国内营收 我征你税 这还不允许吗 怎么我征了这个税 你还要拿关税来报复我吗 这个太不合理了 可是对于朗普总统来讲 哪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 只要你升级到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我就要替美国企业出头啊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